今年明年在暴露好严重缺水 为期担着三月二十二号 世界最主管的市府特别高兴 市府省水抗衡的记者会 市長表示说 最近暴露官市府省省到省水和抗衡决心 而省水的工作 市民朋友也会对其上生活来做 一方面了解让大家了解我们整体的水库库容 还有这个节水措施 一方面了解我们的产业用水的供应 其实我们也要呼吁民众 这个如果要节水 其实你我身边都可以做起 包括这个洗手的时候 不要抹肥皂还一直在让水龙头在那边流 再浪费 或是卫浴设备的这个冲水 其实也可以用小 比较有节省的方式 总之全台湾市188万人口 如果你我都每天都节省一公升水 那就节省188万吨 既然会当地方水利局也特别检对到 这水和控派各种作为提出到报告 节水的7% 那我们的非公益用水大户大概 节水10% 那经过我们的统计 从过去我们一天的日的用水量 大概是98万吨 接近100万吨 到目前为止它还得我们每天的 这个使用量大概到94.4万吨 目前的一个节水的情形 已经有到每天节水3.6万吨以上 它面对到减水危机 是有也向到水利数 尽出到这地大型的移动式的RO净水设备 以及会贵式的RO的净水 是比5个3月就能开始来运作 它记者会后 市场也跟迁业生的朋友 算到柚状增大附加到相关节目 减化到小孩的生水的观念 我们那些新闻综合报的